大家好,歡迎收看財子學長 退休理財報,我是主持人廖大偉 在我的左手邊呢,是我們財經專家,林承穎、陳兄 大家好 我們都知道退休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每個人呢都在為自己 65歲、70歲以後的生活呢 日語激烈的,把自己工作的所得放一部分 然後存下來存下來存下來 期待在我們在退休的那一天開始 再也不用工作,可以享受美好的人生 那事實上呢,要怎麼樣去做呢? 我們就請陳英雄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有什麼樣實際的方法 是的,我們第一個的話就是說不同世代 你如果在不同的時間退休 你要做的事情不一樣 那這個是在財子學堂上面 廖義榮的文章裡面所提到的 他說如果你還在工作 就比如說20幾歲剛進職場 30幾歲職場工作到一段時間 記得你在你的支出跟你的退休規劃上取得平衡 你通通省錢去退休 人生就沒樂趣啦 太無聊了 通通都沒想到退休 這也不對 因為你遲早有一天要退休的 是的 那所以呢,要跟這個儲蓄金額的話 要隨著時間去累積 然後累積你的退休資產 當然也要為你的這個工作收入 去買一個保險 那麼接著呢,另外一種的話就是說 工作了已經快要接近退休了 這時候開始算了 錢夠不夠 通膨 現在幸好通膨還沒有很嚴重 很低啊 政府跟我們講說沒有很嚴重 我怎麼覺得我家那邊好像麵包跟麵都在漲價 其實食物都有在漲 對,但是一般的很多單線產品 這個在跌的啦 所以是這樣 因為這樣子所以它算沒有漲 對 那接著呢,安養照護的費用啦 就是健康照護的費用 你們有沒有其他的收入呢 那投資的話 記得就不要波動太大了 要慢慢的把固定收益的比例把它拉高 這樣子的話才能去做保本 這個是為退休規劃所做的一個不同的安置 接下來呢 就給大家看一下 什麼叫做老保年金的給付方式啊 我有一個疑問啊 請問陳一兄 什麼叫老年一次金啊 這個名詞真的看不見 是,這個的話是來自於財子學堂羅秀珠的文章啊 跟大家來做說明 那麼所謂的老年年金 這個當然大家都知道 就是每個月可以去領到一個年金 那你也可以一次請領 那所謂的老年一次金 因為這個規定有點複雜 所以我也要看一下才能夠唸給大家聽 他說呢 你如果是你是屬於老年一次金的話 就年滿60歲 那你的保險年資合計沒有滿15年的 並且辦理離職退保的 這麼說啦 你保的時間是比較延後的 45歲 沒有滿15年 那你就要退休囉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能要請領一次的這個金額 那麼要注意的 這裡要提醒大家就是說呢 我們剛剛提到說 你滿60歲嘛 這個時間 就是這個年齡它會慢慢的拉高 沒錯 從107年就變成61歲囉 109年是62歲 110年是63歲 然後到115年 逐漸的拉高到65歲 這個很不公平耶 為什麼要這樣子啦 是政府缺錢嗎 勞保真的會倒嗎 應該勞保是不會倒啦 但是 可能 我們剛剛提到了 你退休的年齡就會越大越高啦 那以後可能要繳的費用越來越多啦 以拖待變 那以後可能領到的會越來越少啦 這就是未來可能會進行的年金的改革 這就是老保年金 好我們再看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說呢 很多人在講 那老保年金有什麼不一樣啊 我沒有看過第一個耶 我都以為是第二個耶 是 因為第二個它比較簡單啦 你的越平均越投保薪資 乘以你的年資乘以1.55%就可以了 那它跟上面呢 就是有兩個公式可以去做運用 這也是彩子學堂 羅秀珠的文章 所以你看上面跟下面 差差在哪裡呢 差在第一次跟第二次的話 前面的話是乘以0.775% 那麼第二次的話是乘以1.55% 差了快一倍耶 但是呢 因為它這個乘以0.775的話 它後面會加3000塊 對 那為什麼加3000塊差在哪裡呢 如果前面的這個數字比較小的話 那加3000就對你很重要 了解 但是如果你前面的數字還好的話 你不一定要加3000 那你應該是乘以1.55% 比乘以0.775還要重要 所以兩個人用的方式會不太一樣 不過一般人的話 比較熟悉的是第二次 好 大家都已經看清楚了 所以不管怎麼樣 麻煩大家在投保的時候 請自己看一下自己的勞保單 千萬千萬不要把自己挪為第一個 你最好是按照你的實際投保性質來去做申報 雖然獎的保費比較多 但是你在退休的時候 領的錢是確確實實可以拿得到比較多的 本期呢 這個退休理財報 就為大家介紹到這邊 那如果有任何跟勞保年金相關的 麻煩自己去看一下 財子學長的退休理財報 不會像勞保局的網站 那些文字你都認識他 但是他也不認識你 你都看不懂 我們都已經把重點已經截錄出來 你只要看我們上面的重點 就可以馬上了解 那這樣子我的勞保要怎麼樣去做調整 本期就為大家介紹到這邊 下期再會 謝謝